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來了上蒲驚 吃自助餐的 lunch buffet 今次和家人一起吃 上次上蒲驚開幕的影片 我也有說過 我沒有吃過自助餐 純粹為了拍片給大家看 今次可以真正正體驗一下 我由西翼大堂的門口進去 進來這個門口 對著會是搭電梯的位置 就可以在這幾部電梯 搭上三樓去自助餐 提提大家 進到電梯之後 按電梯的樓層 沒有顯示哪一層是自助餐 上到三樓之後 就會見到一個很簡單的指示牌 跟著箭咀方向走過去 就會自助餐 來到這裏 已經見到排隊的龍尾了 因為這個 lunch buffet 是由中午12點開始 至到3點 我來到的時候 是未夠12點 所以人都還在排隊 等著進去 到現時為止 中午和晚上的 buffet 都要提前預訂 如果你walk in 一定不會有位置 上次影片我介紹過 在這條路的左邊 有個戶外燒烤巴 是晚上才開的 進來海鮮市場 這部分 也是晚上才會有 在我坐下吃東西之前 我就拍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希望我沒有影漏到食物 如果有看我的觀眾 應該跟上次說 自助餐那條片的內容 是差不多 分別可能就是 今次我會拍得久一點 和甜品區的部分 會拍得多些 我不會每一樣食物都去介紹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 所有東西都有吃到 始終吃自助餐 我自己會覺得 吃個氣氛 和家人幾個一起 開開心心 加上每個人 對食物質素的要求 都不一樣 整體來說 我自己都會覺得是一般 但喜歡吃甜品的朋友 我覺得這裏的甜品部分 是ok的 選擇都算多 和它的擺盤各樣都很吸引 我最記得我有吃到薑汁壯奶 和一個梳芙里 還有雞蛋仔 我們下次見 烧尾部份我都觉得好吃 叉烧、烧肉和豉油鸡 三款的烧尾我都有吃到 都觉得不错 几款的烟盘都比较普通 见到已经清了几款食物都未及时补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片来到这个部份 我终于都记得我自己不记得拍哪一部分 就是沙律区那一部分 因为正正在芝士柜的旁边 接下来就会见到一些西式的食物 例如披萨、薯蓉等等 另外就到羊腿的部分 羊腿就会有厨师帮你切你需要的份量 来到饮品的部分 这个范围看起来好像多大 这样就会有果汁和一些咖啡奶茶 我会将部分的食物相放在后面 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一下 至于价钱方面 大家都可以回到上浦经的官网看 又或者去旅行社问一问 可能会比官网便宜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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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已经不消之较 感谢大家最由一 impossible 这个ちょ几个月 題块 assemble 蝦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的内容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睇 我们下条片再见